由於葉牧師有點不舒服, 他沒有聲音, 所以我成為葉牧師的代言人。 但是他自己很常常生病, 還有他病死。 一方面,聖經裡面說, 神會抑制的, 但是聖經裡面有很多人物, 不然他沒有得到抑制。 保羅的一次, 他開始去加勒泰傳福音, 因為他有病。 還有提摩泰, 因為他有患病的時候, 所以保羅跟他說, 你可以稍微用一些酒。 尤其是保羅的同工, 保羅菲莫的同工。 尤其是保羅的同工, 他們都有病的。 尤其是聖經裡面, 太可憐了。 宋桑節, 一個中國的大葡导家, 他雖然自己生病, 但是為很多病人祷告, 很多病人得到抑制。 我們今天訊息感到抑制, 不單止我們得到抑制。 但我們抑制其實是兩方面的。 一方面是靈的禱告, 另一方面是靈的禱告, 另一方面是靈魂和生活的處理。 是靈魂和生活的思想模式、情緒。 他跟從神就沒有破口。 完全為神的神就沒有破口。 但完全為神的神就沒有破口。 另一方面是靈的禱告。 有些人很喜歡找一些生命充滿的人, 安守給你, 然後得到抑制。 但是他回到家的時候, 發脾氣、罵人。 可能他得到的抑制會失去。 所以人要處理整個生命。 在這一陣子, 我鼓勵大家。 第一,我們自己也得到抑制。 雖然我剛剛有病了, 但其實我66歲。 其實你知不知道, 我66歲。 我在這個狀況, 我不需要戴眼鏡。 我以前很多關節都痛。 現在沒有疼。 整個身體是非常健康的。 這是神給我的恩典。 另一方面, 我們親近神, 我們有神的祝福。 另一方面, 聖經說, 信的人必有神祭隨著他們。 封我的恩典過言。 說信方面, 手按病人, 病人就得到醫治。 一個人可以為別人按守。 聖經說, 聖經說, 信的人都可以按守。 聖經說, 信的人都可以按守。 我經常訓練人, 處理生命。 活在神的愛中。 越來越來越有神的同在。 我們處理好生命時, 我們可以為別人按照。 你處理好生命時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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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與神有密切的關係。 你為了祷告時, 你會在意外發現, 很多人會得到醫治。 你會很驚訝。 我自己有很多次的經驗。 我自己有很多次的經驗。 我第一次為病人祷告, 他走到醫治時, 我經歷的生命充滿了那麼久。 當時經歷的人, 有一個步道家為我按守。 我感受到很大的能力和愛充滿我。 我真的很興奮。 很興奮、很開心的這樣經歷神。 我常常親近神, 常常享受神的愛。 有一次我去一個地方講道。 我去一個地方講道。 我問問教會傳道人, 我可不可以為你的弟兄姊妹按手禱告? 他說可以。 有些人進入一個房間裡。 我為他們每一個人按手禱告。 按手後,我問他們有什麼經驗。 有一個老太婆跳起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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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以前老太婆跳起來。 有一個老太婆跳起來。 我老太婆跳起來。 我以前的肩膀是很好。 當時有肩膀。 那是馬上被醫治好了。 這是我第一次的醫治。 有些人很驚訝,我自己也很驚訝, 其中一個人說,我頭痛了很久, 看醫生又不得到痊癒, 打高以後馬上痊癒了, 我自己也驚訝,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, 但是神有這個能力, 有一個中風, 一邊是動不了的, 然後祷告以後, 他就可以動很厲害的, 這些不同的例子, 最重要的是有一個癌症, 他就乘火車很遠路來參加聚會, 他說他有乳癌,痛了很久,一個月, 他是坐火車來的時候都很痛的, 然後祈禱時, 我就告訴他, 他很投入很放, 我叫他很投入, 我見到他很投入, 他真的祷告的時候非常投入, 然後祷告以後, 他開始笑, 神的喜樂充滿他, 然後祈禱時, 他就說, 他的痛沒有了, 他感覺一種黑色的能力, 他感覺黑色的力量, 從他的身體出去了, 然後他好了, 回去檢查, 醫生跟他說, 沒有癌症啊, 之前有, 我希望大家都有一個信心, 如果你真心愛耶穌, 神可以大膽地充滿你的, 我們需要建立聖靈的恩高, 聖靈的恩高其實就是與神有密切的關係, 我們離開罪, 我們離開罪, 罪比癌症更恐怖的, 從人類的罪, 你要憎悟這個罪, 離開罪, 神會喚醒的, 你要看聖經, 你要信心神會喚醒的, 你要信心神會喚醒的, 你祷告的時候, 你要令你的魂全心愛神, 思想意志感情, 整個思想認同神的最好, 整個思想認同神, 你的意志, 你說神, 我把我的生命交給你, 因為如果你不跟神的時候, 你一定會喚醒的, 還要常常喚醒神, 這是魂, 還有靈, 凡在裡面的清聰神, 我們常常習慣了整個人的愛神, 有一次, 有一個人的丈夫去世了, 他很憂傷, 他來我們教會, 要教人彈琴, 要教人英語, 要教人唱歌, 要傳福音, 我教他彈琴, 然後為他祈禱, 然後為他祷告, 他整個人都一世了, 要教人唱歌, 他整個人都一世了, 他整個人開始笑了, 這個聖人的喜樂, 我希望大家這個身心神是多好的, 神啊你多好, 神啊你多好, 神啊你抱著我, 神啊你使用我吧, 神啊你使用我吧, 我這個世界上每一個世界都會過去的, 所有的錢有一天會過去的, 所有的享受有一天會過去的, 你愛神, 神會紀念的, 你會關心一個人, 你跟人傳福音, 為人按照祷告, 你想要這樣, 你可以為別人按照祷告呢? 你跟牧師和師母講, 然後幫你處理身為, 然後幫你處理身為, 你內心的生命, 建立你跟神的親密關係, 這樣你可以跟著牧師和師母, 按照祷告, 然後你在家裡, 請一些朋友去你的家, 請他們吃飯, 然後為他們祷告, 你會帶很多人信耶穌的, 你將來在天堂的時候呢? 很多人跟你說, 是你帶我來天堂的, 是你提升我的生命的, 是你令得我的生命豐盛, 你想不想, 你想不想你的生命得到豐盛? 我想問, 你會不會做以前的生活嗎? 還是你喜歡你以前的生活? 你以前是享受嗎? 你以前是享受嗎? 你這些一切是不是你人生中的? 這些東西, 是不是你人生所追求的? 這些東西都會過去的? 聖靈的論面, 當然, 聖靈的論面, 但是聖靈的論面, 在聖靈的論面, 你每一個人都可以帶去難忘祝福別人, 有些人, 我沒有經歷聖靈, 我不敢為別人禱告, 我告訴你以前有一個男人, 我來很多遍的為他禱告, 但是每一次他都沒有感覺的, 但是他很追求, 但是後來他為別人禱告, 其他人經歷到聖靈, 所以不一定你很感受, 你很感受, 你很感受, 你才有能力的, 你只要有心, 你的生命是不一樣的, 你吃過的東西, 玩過的東西, 你吃過的東西, 你享受過的東西, 玩過的東西, 有一天會過去的, 但是你真正幫助過一個人是耶穌, 你幫助他生命提升, 你吃過的東西, 你吃過的東西, 你明天會排出去的, 你玩過的東西, 你玩過的東西, 好玩, 但是有一天會過去的, 但是你為什麼做到永遠長存? 你想不想? 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, 中間有沒有人覺得不舒服? 或者你想很敬禮神, 我來示範一次? 耶穌師, 你這次難保, 你必須有傷病啊! 神是很奇妙, 神是很神奇的, 對呀, 我是傷病, 但是神也祝福使用我, 但我想示範一個祈禱, 和恩賓的祈禱, 我想為你們祈禱。 祈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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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